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,我是欣盈 前陣子呢,我們為大家找到了一款 最新潮流的多功能系統桌 今天呢,欣盈直接來開箱給大家看 這一款桌子到底有什麼用處 來吧 我先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最重要 不白 最重要 不白 全部攤開了,就是要怎麼補充 能夠把他的所有的扣環全部接起來就OK了 因為他的組裝就是這麼簡單 穿進去之後再把它鎖緊 好 然後,我們就要拿上他的桌角 這裡,兩長兩段 然後把它組繞上去 然後把它組繞上去 比較長的地方是接在 兩個分開的角的中間 那比較短的是裝在L角的地方 然後啊,它這個是無斷式的 可以做調整的 螺絲 好 好 OK 這樣子桌子就已經組合好了 接下來就要把木板都裝上去 總共裝八片竹木板 它不是單純的木板呢 它是竹木板 好啦 多功能系統桌 好看吧 接下來你們可以看到這邊嗎 還有其他的 東西 一起把木板都裝上去 拌 一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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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上 四個 零件 一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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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呢 基本上它就是 有滑輪的地方 對上有滑輪的地方 只要是沒有滑輪的地方 那都是沒有 有滑輪的地方 好 好 這樣子我們的快搭多功能 系統桌 組裝完成 耶 OK 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這一款 快搭多功能系統桌的介紹 它總共有 竹木板款式 跟鋁合金款式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趕快去下訂吧 那如果對於 我們今天的介紹 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喜歡我的頻道的朋友 也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啦